- 后池上枕可还满意? - 不错. - 你在这儿等我. - 我去看看. - 秦莫, 你也是为了抬仓神枪而来? - 今日我可不会让你, 我们各拼本事. - 但若我得了神枪, - 定会宴请三界. - 到时候, 你可得来天宫, 替我祝贺. - 敢问公主, - 为何将这妖军重伤至此? - 她们出言不逊. - 妖军犯错, 自有妖皇城之. - 你身为天宫公主, - 岂能岳祖带跑? - 我... - 多谢向君相救! - 小事罢了, - 仙族中人并不是都这么不讲道理的. - 秦莫, 你这是何意? - 妖族既已答应和谈, 天宫就应该拿出气度, - 若连天宫公主都带头自食, - 恐怕会连累天地, - 沦为三界笑柄. - 青木圣君所言极是。 - 是吗? - 那你们刚才就看着, 也不拦着。 - 人间有云, -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 连小孩都分得清善恶是非。 - 你们这些作为仙君的, - 居然能熟视无睹, - 着实可笑。 - 青木, - 以前就算我娇气些, - 你也不曾如此待我。 - 今日是这些妖军咄咄逼人, - 才会下手那么重的。 - 爹爹。 - 爹爹, - 爹爹, - 这位婶婶是谁呀? - 怎么脾气如此之差? - 你, - 你欢她什么? - 爹爹呀。 - 喂, - 这位婶婶, - 你连我爹爹这么近做什么? - 你难道不知道, - 我爹爹是有家事的人吗? - 北海上军何时有了家事? - 三界四海如何不治? - 你这小童, - 休要胡言乱语。 - 好了, - 莫要胡闹。 - 这位是天公锦招殿下。 - 青木, - 他真的是你的。 - 我一直在北海地府, - 从没出来过, - 就回爹爹带我来看神兵, - 想不到这般热闹。 - 您便是天公的锦招殿下。 - 小池见过锦招老祖。 - 你说谁了? - 你这猎童, - 竟如此放肆。 - 我说错了吗? - 听说锦招老祖都两万多岁了, - 可我爹爹他几千岁呢。 - 这么算起来, - 公主要是成婚得早。 - 想必, - 儿子都和爹爹这般大了。 - 公主殿下, - 自然是我的祖祖辈啊。 - 童言无忌。 - 童言无忌。 - 我说错了吗? - 你是大孩子了。 - 要学会礼貌待人, - 别人才会尊重你。 - 方才你做的事情我都瞧见了。 - 我可没动手啊。 - 爹爹一身正气, - 子一个帅子了得。 - 放心, - 我绝不会像婶婶那样, - 胡作非为。 - 如此甚好啊。 - 你这小童, - 虽是上君血脉, - 周身上下却一点灵力都没有。 - 想必你那母亲也不过是一介凡人。 - 想凭借生子结先缘, - 当真是好盘算。 - 公主言之有理。 - 不过公主您身习神脉, - 尊贵无双。 - 为何将是两万载? - 仍未威劣神威呢? - 我听说青石宫的后池神君, - 可是还未破口, - 就威劣上神了呢。 - 你。 - 猎童, - 竟敢一再冲撞本殿, - 看本殿怎么教训你。 - 本殿的人本殿自回管教, - 不劳公主动手。 - 看在你父亲的份上, - 只要你肯向本殿行礼认错, - 本殿就原谅你。 - 行啊,不就是行礼吗? - 殿下要三归九寇, - 还是要长衣服地。 - 殿下,我都是敢行这个礼, - 只是我怕我的礼, - 你受不起。 - 你的母亲身份还不知如何卑贱, - 区区一礼, - 我有何受不起? - 天下不要后悔便好。 - 殿下不要后悔便好。 - 殿下不要后悔便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奥迟? 公主殿下好大的威风 本君还是头一次听说 在这三界之中 有强要受上神之礼之恩 想来是 公主殿下已经忘了 上次在廖望山 被天雷责罚的滋味了 你和清墓是什么关系 你们怎么会在一起 公主殿下 这是本君的私事 清墓 清墓 清墓就算平日里对我冷淡些 但从不曾如此行事 定是你对他做了什么 你若再口出狂言 本君不介意 再下一道神谕 入酒重天宫 就凭你 本殿今日就让众仙看看 你这三界上神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公主殿下 后持神君乃三界上神 你不能碰他 若你执意要如此 那就别怪本君不客气了 你要护他 那我偏不饶他 住手 父神 没事吧 星宿之神 恭贺主神 继任混沌神位 我是混沌主神 魏苍生 是我的职责 天帝陛下 后持 没想到 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天帝 既然您来了 那这所有的事 就交由您处理吧 我清世公一向不插足先妖之争 方才只不过是看不惯眼罢了 后持告辞 我们走了 先妖两族议和之事 本帝已与妖皇达成一致 从今日起 任何破坏两族和平之人 无论是何身份 本帝 将严惩不淡 谢天帝 谢天帝 方才 站在后持身边的是谁 回父神 他是儿臣的智勇 您亲自册封的北海星药上君 清明 这人是他的天帝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 我会以后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 他不得了